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在今天你有沒有感覺到 一個非常悶熱的天氣 中午的天氣熱 戶外活動要多喝水 戶外的陽光牆 這防曬工作不能少 不過今天的 午後鎮宇發展的區域跟範圍來說 比昨天要縮小一些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 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了 第一個先來注意到 溫度最高的地方在哪裡 在板橋 板橋側站今天中午的高溫 可是到達了34.6度的高溫 其實很多地方的溫度都偏高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 中午各地的溫度有多高了 板橋最熱34.6 彰化的田中34.1度 台北市34.1 連高雄市都已經到達33.9了 從北到南溫度形態來說 台東的大午也有在33.2度 所以可以看到 中午的溫度高之下 你的水分補充真的不能少 陽光的部分 玉山的紫外線最強 因為今天中午的時候 山頂上面沒有雲層發展 所以紫外線指數 可是達到了一個危險等級 但是有一個地方的風力 就比較偏大了 在馬祖 因為馬祖 隨著封面雲帶的雲層開始要接近 風前的西南風比較偏強 馬祖的陣風在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達到了8級的陣風了 明天有點不同了 應該說是今天的深夜就開始 因為弱的東北季風 要開始影響到我們台灣 明天北部的溫度 其實只有略降 大概降個2度左右到3度之間 所以溫度下降的幅度來說 並不是一個非常的明顯 它的強度來說是偏弱 不過這個週休假期 又是五一的三天連續假期 有朋友要出去要注意 禮拜天 北部地區要轉為 適而良的天氣了 因為禮拜天的這一股的 東北季風強度是比較偏強一些的 連中南部的朋友都會感覺到 溫度會下降 所以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看今天的下雨的狀況 雨量的部分 只有在南投的山區有一點 宜蘭的海邊有一點 另外東北角有一些 江雨形態來說都是偏少 今天發展的午後熱對流偏少 但是雲層的發展來說 在台灣北方海面倒是增多了 從這一張色調強化雲圖當中 就可以注意到 封面從日本到韓國 一直延伸到我們台灣的 北方的海面 今天的晚上接近深夜左右 封面就要逐漸的通過 台灣的北部海面了 當這個封面一通過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也會在逐漸的東移 再開始帶進來東北風 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這個時候的雷達了 因為雷達可以看到一些資訊了 從台灣北方可以看到 馬祖這邊已經開始有一些雲帶 正在逐漸的東移 這個是用較大範圍的 打的高度比較高一些 但也就代表說 在遠方這邊也就大陸的浙江 到福建這裡 已經開始有封面帶的雲系發展 在今天晚上深夜左右 要從台灣的北部海面通過了 北台灣上空 倒是有一些些地形的雲層 這個雲層不會造成降雨的狀況 接著我們就來看到衛星了 衛星上面可以看到 封面帶已經逐漸的到達了 日本 韓國的位置 正在逐漸的東移當中 但是封面的結構體 是在日本 韓國這邊結構體 比較完整 到了東海接近到福建 這邊的結構體來說 就比較偏差一些了 那我們從地面圖來看一下 就可以注意到 封面帶所在的位置 尾度是偏高 那在台灣的北方海面這邊 是封面尾端的位置的 雲層發展來說 是比較鬆散的 在今天我們就是受到了 太平洋高壓上來的 偏南風的影響 溫度形態來說偏高 不過晚上要注意 馬祖還有金門 以及台灣的中南部 都容易會有一些局部性的霧 霧出現的時候 你在能見度差之下 行車可要特別的注意了 而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明天我們可以注意到的 就是雲系的發展 將會逐漸的通過 我們台灣的上空 江雨的狀況來說 隨著明天 在封面雲帶的水氣 通過的過程當中 北台灣會有些 江雨的機會出現 零星的江雨在台北 東北角 宜蘭 基隆有 不過新竹以南以後 越往南天氣越好 中南部仍然是屬於 一個晴朗的天氣 這道封面通過 東北季風影響 一天的時間 明天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系統來說 就已經逐漸的東移了 這個是明天晚上的地面圖 可以看到高壓東移 微弱的東北風吹了進來 但東北風量微弱 所以到禮拜四 高壓到達日本之後 我們的風向 又開始偏為一個東南風上來 溫度在週四 週五又偏高 但再來就講到禮拜天了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高壓系統在東移了 另外一個高壓下來了 這個是禮拜天晚上的地面圖 這個高壓會帶著東北風進來 北部真的轉涼了 到了禮拜天的白天高溫 也只有在22度 晚上的溫度在19度 所以溫度形態來說 真的在往北走天氣涼了 不過南邊 因為有熱帶擾冬系統 在南海位置 它會送高空場的水氣進來 所以從禮拜天開始的時候 降雨的狀況來說 又會要開始增多了 以目前資料來看 星期天 星期一到星期二 甚至星期三 台灣上空雲亮多 會有局部性的降雨狀況 從北到南都有機會出現 那天氣狀況來說 在明天北台灣有點變化 我們就來看看 各地的溫度預測了 先來注意到 北部明天高溫 真就有點下降 29度 早晚天氣是偏涼 桃園一北有點短暫雨後 又轉多於 新竹以南的話天氣晴了 中部地區天氣晴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到了南部地區 中午的溫度是偏高 你要小心別中暑了 那到了東半部地區是 有點局部的短暫雨 在迎封面的部分 花蓮一北比較多 那外島地區來說 馬祖的氣溫下降幅度 比較明顯 金門澎湖好天氣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在禮拜三有一點點 然後禮拜四禮拜五好天氣 禮拜五晚上的時候 又有封面雲帶水氣通過 週六週日的話 雲層發展到了禮拜天以後 開始增多 週一週二全台灣 都有局部性的降雨狀況出現 溫度在週日以後下降 外島地區倒是到這個週休假期 比較偏涼一些 小丁丁給您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啊 西部外島夜晚霧行車要注意 中南部陽光牆喔 防曬工作不能少